到外面的窗外 今天太陽露臉了 前幾天都在下雨 今天有陽光露面 那麼外頭的溫度呢 今天不要被陽光給騙了 因為外面還是滿冷的 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今日最低溫的排行了 首先呢 在今天6點多的時候 最低溫出現在了 新北市的雙溪 溫度呢 是只有9.8度 那麼第二冷的地方呢 也是在新北市 深坑是只有10.3度 那麼淡水呢 今天最冷的一個溫度呢 是10.5度 跟討論大溪一樣 那麼不要被陽光給騙了 因為今天外頭還滿冷的 特別是北部跟東部 觀眾朋友出門一定要穿暖一點了 全台天氣 再來看到是衛星雲圖的部分了 那麼今天呢 受到了冷氣團的影響 那麼這一波呢 因為是比較乾冷的一個空氣 所以呢 昨天是濕冷的 今天轉成乾冷 因此呢 今天全台各地呢 都可以看到 太陽大致上呢 都是多雲到晴的一個天氣形態 只有在台東部分地區呢 可能會有一點點零星的降雨 那麼特別要留意的是呢 明天的清晨 冷氣團加上這個 輻射冷卻效益的影響 在北部地區 尤其是新竹以北哦 近山區的平地呢 可能會出現 11度左右的低溫 所以早出晚歸的觀眾朋友 記得多穿一點了 明天白天開始呢 這一波冷氣團就會開始減弱了 氣溫也會慢慢地回升 天氣也會變得穩定 好天氣維持到禮拜二 禮拜三之後呢 就會又要開始不穩定了 因為在這個北方的海面呢 會出現一道封面呢 影響到北部 東北部甚至是東部地區 都可能會出現降雨 那麼今天到禮拜二好天氣 禮拜三到禮拜五呢 北部東部要注意 雲多而且可能要下雨了 接著再來看到的是 今天東部還有北部的溫度趨勢 今天的最低溫只有13度 最高溫呢也只有21度哦 那麼早上出門 如果現在要出門的話呢 不要被這個陽光給騙了 要多穿一點了 明天溫度再低1.12度 而且特別是清晨的時候 也是這一波 冷氣團威力最強的時候 所以早出晚歸 要出門上班上課的話呢 圍巾戴好帽子戴好了 那麼隨著明天白天 冷氣團減弱之後呢 溫度會慢慢的稍微回升 明天呢最低溫可以來到 禮拜二最低溫可以來到15度左右 但是來看到了 禮拜三開始呢 受到了這個封面的影響 所以呢在北部東部地區 可能會開始下雨了 特別留意禮拜三到禮拜五 天氣是比較不穩定的 中南部今天的溫度呢 是15度到26度 我們明天呢 還會再低一點點14度 但高溫可以來到27度 這個日夜溫差是比較大的 要小心別感冒了 那麼接著呢 受到這個冷氣團解弱 之後到禮拜二開始 溫度會慢慢的上升 一直到呢 下個星期還可以看到 甚至有這個29度的高溫會出現 所以中南部的觀眾朋友 要特別留意 日夜溫差比較大 小心別感冒了 最後天氣便利貼來看到了 今天呢在北部 還有東北部一整天都是偏冷的 那麼其他地區呢 早晚要注意也比較冷 那麼明天清晨要注意喔 在北部近山區的平地 可能會下太11度了 那麼禮拜三開始呢 又要開始下雨了 北部東部觀眾朋友 要特別留意 以上就是這一節最新的天氣資訊 我們把時間還給志豪 菲律賓